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代天主教在中国 天主教和锦教在原末明初的大动乱当中 销声匿迹以后 又过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 才有天主教宣教士再次尝试来中国宣教 在十五十六世纪 欧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过去欧洲无论是在工商业 还是文化教育上面都落后于中国 但是从十五世纪开始 欧洲在新兴手工业 以及海外贸易的带动之下 经济文化开始蓬勃的发展 西班牙 葡萄牙 以及意大利的航海家 先后到达了印度以及美洲 并且成功的完成了环球航行 这使他们在贸易 以及开拓海外殖民地方面 占了先机 发端至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 带动了欧洲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 当时的欧洲文明正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并且随着他们的远洋商队 探险队 海外殖民者以及宣教士 把欧洲的科技 文化以及宗教 带到了全世界 葡萄牙人率先绕过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开通了从欧洲到印度的航道 接着葡萄牙人透过了麻六甲海峡 开通了到达中国的航道 在16世纪初期 葡萄牙人已经常常在中国南方的港口出现 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 不欢迎任何外来的访客 凡是到达中国的外国人 一律被驱逐出境 可是大概是在公元1553年前后 葡萄牙商人以晾赛货物的名义 要求要上岸 葡萄牙商人运用了贿赂的手段 买通了澳门当地的政府 所以澳门政府准许葡萄牙商人 在澳门上岸 从公元1557年开始 葡萄牙人进一步的在澳门建造住宅 长期的拘留下来 从此澳门成了欧洲商人 以及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的跳板 紧跟着欧洲商人以及探险家的脚步 天主教宣教士来到中国南方的口岸 其中耶稣会修饰沙悟略 在公元1542年到达了印度的果阿 沙悟略报定了心志要把天主教传遍整个东亚地区 公元1549年 沙悟略赴日本开展宣教的工作 在那里他了解了日本文化的源头是在中国 更加强了他去中国宣教的热心 沙悟略甚至认为假如中国归向天主教的话 日本就必定会追随其后成为天主的子民 于是沙悟略返回果阿 跟他的一些朋友以及同工准备要去中国的行程 在公元1552年 沙悟略从印度出发到中国去 并且找到了一位受过天主教教育的中国人 担任随行的翻译 他到达中国外海的一个称作为上川的岛屿之后 就开始召集一些当地的青少年 教导他们天主教的基本教义 可惜的是 就在他想方设法准备要进入中国内地的时候 却染上了重病 并且不久以后便去世了 使得沙悟略向中国传教的计划功亏一篑 16世纪下半夜 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永久性的据点 与此同时 西班牙也在菲律宾发展他们的势力 这期间曾经有一些天主教的宣教士 试图要从菲律宾或者是澳门进入中国 但都不成功 直到意大利耶稣会修饰罗民间 在公元1579年奉命来到澳门之后 情况才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罗民间一到达澳门 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官话 而不是澳门当地的方言 也就是广东话 因为罗民间已经了解到 要去中国内地宣教 不学好官话是不行的 罗民间多次尝试要进入内地 但他的努力在明朝闭关锁国政策面前 一次又一次的碰了壁 同时他在学习汉语上面也遭受到了巨大的困难 他甚至找不到一位愿意教他中文的老师 据说由于他在遭受到许多挫折之后 有一次罗民间站在窗前 面对着中国大陆悲痛的喊着说 完食啊完食 你何时才能开启呢 精诚所致 金食为开 果然完食终于开启了 公元1583年 又有两位耶稣会的修士来到澳门 做罗民间的同工 其中的一位耶稣会修士 开启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宣教事业的一个新的时代 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介绍这位大名鼎鼎的宣教士 也就是利玛窦 利玛窦 在公元1552年 出生在意大利的马奇拉达市的一个贵族的家庭当中 他自幼就是一个充盈过人的学生 他的父亲要他去罗马学习法学 准备将来要做律师 然而利玛窦却加入了耶稣会 做了修士 并且决定去海外宣教 利玛窦在公元1577年 被耶稣会拆遣赴远东地区宣教 于是利玛窦在1582年到达了澳门 就在利玛窦到达澳门的第二年 利玛窦和罗民间一起在广东造庆 找到了一个固定的立足点 虽然明朝对外国人入驻内地的限制 当时还没有放松 但是由于罗民间 曾经为当地的官员处理涉外的事物 做过翻译的工作 深得当地官员的赏识 因而当地的官员 特别准许罗民间他们在城内居住 利玛窦和罗民间 最初虽然没有隐瞒自己的信仰 但是也没有公开他们的宣教意图 只是说他们对中华文明仰慕已久 因此来此学习中国的典章文化 他们带来了世界地图 向来访的人指出欧洲的国家在哪里 有时候也会送一些钟表之类的小礼物 用来吸引人们的好奇心 等到他们认识了一些当地的儒生以及官员以后 便进一步跟他们讨论学问 并且向他们介绍西方的学术文化 这样慢慢的把话题引到了宗教信仰方面来 在这里 利玛窦继续学习中文 并且深入研究中国的经典著作 不到一年 利玛窦已经把中国的诗书译成了拉丁文 他研究中国经典的目的 就是想要多多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以及信仰 以便寻求一个向中国人传教适当的切入点 有趣的是他们开始以为中国和尚和他们自己在西方的身份相当 都是职业的宗教人士 所以在他们刚刚进入内地的时候 特意穿上了袈裟 剃了光头 扮成了和尚的模样 后来才发现和尚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地位并不是很高 反而是儒生在社会上面享有更高的地位 静可以做到朝廷官吏 管理国家以及地方的政务 退可以成为地方的士绅 仍然是一乡一阵的领袖人物 于是宣教士们便脱下了袈裟 改穿当时如生的服饰 以便赢得民众的尊敬 以及身官员的接纳 他们这一个宣教的策略 是根基于天主教的传统 因为自从第三世纪 均是坦丁把天主教尊为罗马帝国的国家 并且强制国民改信以来 天主教就处处以上层统治者为主要的着力点 来促使整个国家乃至于整个民族 从上到下改变了信仰 归入天主教的名下 罗民间跟利马斗争取如生认同的目的 就是因为看到他们能够掌握 通往高层统治阶级的钥匙 他们认为只有靠着知识分子 才能一步步向上攀爬到高层统治的阶级 最终接近到中国的皇室 而一旦使皇室了解了天主教的信仰 就有可能逐渐感化他们 并从他们中间产生出中国的军事坦丁大帝来 这就是当时他们的宣教策略 就在他们劫事的一些官员 而且得到他们帮助以后 他们在公元1585年去内地旅行 并且一度到达了杭州 后来罗明坚返回欧洲 不久便在欧洲去世了 而中国的宣教工作 从此便完全由立马斗来负责 在公元1589年 立马斗和他的同工被逐出了赵庆 但他们又在潮州建立了据点 立马斗坚持他的宣教策略 在公元1594年进一步的深入内地 一度到达了南京 但是不幸又被驱逐 只好在江西省的南昌落脚 公元1599年 立马斗首次进入了北京 但是没有能够找到落脚点 只好回到南方 在南京找到了住处 在那边他认识的几位 真正对天主教教义感到兴趣的儒生 在公元1601年 立马斗长久的宣教坚持有了结果 他终于如愿以偿的进入了北京 并且被准许在北京拘留下来 由于立马斗对中国 以及西方学术文化的广博的知识 他很快的成为了京城里面儒生 以及大小官员最喜欢结交的朋友 据说有很多的儒生 其中甚至有汉林院的学士 都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 在北京的时候 徐光启偶然的结识了立马斗 很快的被立马斗在天文 立法上面的造诣所折服 为了学习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的知识 考重近世的徐光启拜立马斗为师 经过立马斗悉心的栽培之后 徐光启的科学知识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他利用从立马斗那里学来的天文学的知识 编转了崇祯立法这本书 奠定了中国现行农历的基础 后来徐光启全家信奉了天主教 对他家乡普通群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徐光启的故乡徐家会 也就成为了天主教在中国最古老 势力最大的根据地 公元1610年 在徐光启的大力协助之下 耶稣会修士们又在上海建立了新的宣教地点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 立马斗在北京病逝 立马斗虽然死了 生前甚至未能如愿以偿地见到中国的皇帝 来完成他的期望 产生出中国的军事坦丁大帝来 但是他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是奇奇巨大的 他所开辟出来的宣教工厂 他所推行的宣教策略 乃至于他对中国文化所做的研究以及解析 都成了后来的宣教工作的资源以及指引 而立马斗跟徐光启等人所翻译的大量的西方的科技 数学地理水利工程以及人文学术方面的文献 也带给中国的知识界新的知识 新的思想以及新的方法 直接或者是间接的促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 对于天主教来讲 最重要的是立马斗为宣教事业打开了通往中国内地的门户 直接造就了第一代中国的信徒 并且建立了潮州南昌南京上海以及北京的永久性宣教的据点 他的功劳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般而言学术界大多是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强调立马斗 对欧洲文明的东建以及中华文明的西传的独特的贡献 这种看法固然没有错 因为立马斗来华的年代正是西方文明迅速超越中国文明的关键时期 由于明朝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 以及强调中华文化的优越性 因此拒绝外来文明的优点 导致了中国在世界地位的日渐的低落 因此来华宣教的立马斗 也成为中华文明步入衰落的重要的目击者 立马斗在中国长达了28年 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华文明步入衰落的癥结 我认为这才是立马斗对中华文明最大的贡献 接下来我要从立马斗在他的中国杂技里面 陈述部分立马斗对中国弊病的批评 让大家认识这位对中国人爱之深 折之切的外国宣教士的犀利的观察 立马斗提到自己一踏上中国的土地 他就强烈的感受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论 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了整个世界 并且把它叫做天下 正如同立马斗所指出的 中国人声称并且相信中国的国土包括了整个世界 素来秉持着天元地方说的中国人 深信他们的国家就是在世界的中心 中国人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的一角上面的地理概念 因此在献给明代皇帝的世界地图当中 立马斗特意把中国的位置放在世界的中央 来抚慰一下中国人中国中心论的这个虚荣心 在立马斗看来 正是这种中国中心论 导致了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一切完全不了解 以至于中国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包含在他们的国家之内 而对绝大多数的外国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 根据立马斗的观察 在中国人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 中国人就仅仅知道这几个国家 这些邻国包括了朝鲜、日本、安南、战城等等 而在中国人的眼中 这些国家几乎是不值一顾的 根据立马斗的观察 中国人所认为的外国向中国朝共的这个体制 纯粹是中国中心论妄志尊大 凸显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形势罢了 立马斗发现在像明朝纳贡的国家当中 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的时候 从中国拿走的钱 要比他们所进贡给中国朝廷的多得太多了 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 已经完全不在意了 立马斗进而一针线线地说到 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 中国人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的使节 例如胶子之纳、鲜罗、琉球、高丽 以及一些达旦的首领 他们给国库增加了很沉重的负担 其实中国人早就知道整个朝共事件 只是一场骗局 但是中国人不在乎被欺骗 也就是说朝廷官员 公为皇帝的办法就是让皇帝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来朝共 而事实上 则是中国确实在将其他的国家朝共 如果说 朝共的体制从制度层面支撑了中国中心论 那么中华文化优越论 则是从精神层面来满足了中国人的中国中心论 立马斗说 总的来说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 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 把所有中国以外的国家都归成一类 并且都称之为蛮夷之邦 立马斗说的一点都不错 中国历代证实的蛮夷传以及外国传 可以为立马斗的观察提供充足的证据 在立马斗看来 这种过度的文化优越感 使得当时的中国人没有正确的世界观 而且又夜狼自大 导致了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才值得呈现 而中国人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 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 在中国人看来 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地方的国王 朝代或者是文化是值得夸耀的 立马斗批评当时的中国人 他说中国人的骄傲 是出于他们不知道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 还有更好的事物 以及中国人认为自己远胜于临近的野蛮国家 根据立马斗的观察 当时的中国人为了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 当葡萄牙人当初到中国来的时候 就被叫做翻轨 这个名字在广东人当中仍然在通用 尽管过了四百多年 鬼楼这个词至今仍然在广东话当中流行 跟中国文化优越感如影随形的 就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抱有盲目的怀疑恐惧 以至于反感 这种现象导致了中国人从不与中国以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 正如同中国杂技所说的 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的外国人 中国人天心的猜疑以及拍外感越来越强 在中国政府索国政策多年以后 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习惯 立马斗认为 中国人不是出自于个人的考虑才来反对外国人的 中国人声称 他们的动机是基于保全国家的完整 维护他们所谓的祖宗的法治 立马斗发现 正是出于这种文化的优越感 中国人这样的固执己见 导致了无法接受要向外国人来学习 中国书本从来没有记载的任何的东西 在立马斗看来 这种对外来文明的顽固的排斥 使得中国人不屑从外国人的书中学习任何的东西 因为中国人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知识 所以立马斗除了认真的研究中国文化以外 还努力的把他擅长的西方的天文 数学 地理等科学知识 传授给中国人 在公元1590年 立马斗招收了他第一个学生 曲汝奎 曲汝奎是出生于官患之家 但是却无于仕途之物 所以经常周游于各地之间 立马斗跟曲汝奎两人相似于赵庆 随着交往的深入 曲汝奎被立马斗的柴学所吸引 几次表达想要拜师之意 当立马斗从赵庆辗转来到韶州的时候 终于收曲汝奎为弟子 立马斗使用几何原本为底本 当作教导曲汝奎的教材 跨越了语言以及文化的隔阂 尽心尽力地教授他所知道的数学的知识 而曲汝奎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数学知识 欣喜若狂 曲汝奎在认真学习之外 还曾经尝试的要翻译几何原本的第一卷 后来因事耽搁 他才不得不罢手 然而几何原本的翻译工作 还是继续下来 不过却是由立马斗的第二个学生 徐光奇所完成的 立马斗鼓励徐光奇接着翻译几何原本 把古希腊的数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 让更多的中国人来学习 整整一年的时间 立马斗跟徐光奇每天早上碰头 进行一番讨论跟切磋 再由立马斗讲解徐光奇翻译 一年以后几何原本的前六卷终于翻译完成 点线脚等这些数学的知识 以及书中严谨的逻辑 令当时文所未闻的中国知识分子惊叹不已 于是许多人跑来向立马斗来求教 引发了一股当时学习数学的热潮 立马斗还收过一个学生 叫做李之早 李之早与立马斗结缘 是由于立马斗绘制的山海余地全图 李之早看到这幅世界地图以后 非常的震惊 很快便翻译并且刻制了昆宇万国的屏风 并且拜立马斗为师来学习天文地理军事音乐方面等等的知识 其实当年立马斗不惜跋山涉水来到中国最初的目的 是要向中国人来传播福音 而向中国人传播福音的过程当中 知识渊博的立马斗也把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方面的知识 不遗余力的传授给中国学生 启蒙了一批中国的科学家 成为西方先进科技在中国的传播者 正如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说 立马斗教父信奉基督 但他不会损害中国文化 相反的 他使中国的文化更加丰富完善 在中国近代史上 曾经出现过许多西方传教士的身影 他们不远万里怀着传扬上帝的福音的意向来到中国 立马斗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宣教 是在中国宣教最早开拓者之一 也是第一位将中国经典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 然而对立马斗而言 怎么样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努力的要去寻找一扇传福音的门 在当时进行左国政策的明朝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 在面对来华宣教的诸多困难险阻当中 立马斗一直坚持他的信心 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支持他 也就是16世纪欧洲教会的 将福音骗传的这个精神 立马斗在华居住了28年 为中国带来了欧洲先进的数学 天文地理等等科学知识 以及哲学的思想 同时立马斗学习了汉语 以学问跟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结交 研究并且翻译中国典籍 第一次的向西方世界 介绍东方还存有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国 从而使中国文化深刻的影响了欧洲 所以日本研究学者平川又红称立马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多学艺 以及中国四书五经等等古典学问于一生的巨人 在公元1610年5月11日 大明万利38年被称为太西儒式的耶稣会传教士立马斗 在北京去世 享年58岁 立马斗死后由万利皇帝预准 赤葬于平泽门外二里沟 葬礼由他的学生徐光起来主持 明史卷326寄述了立马斗的世纪 特别提到他绘制地图的经过说 万利时立马斗至今师会万国全图 沿天下有五大洲 第一约亚细亚洲有一百多个国家 中国是其中之一 另外还有欧洲美洲等等 立马斗在他绘制的地图当中 详细的说明了地球是圆的 有南北极以及赤道 并且介绍了经纬度的用法 以及五大洲许多国家的名称 不但引进了世界地理的知识 更大大的拓展了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 此外立马斗所介绍的西学 除了天文地理还有数学 钟表机械乐器以及建筑图学等等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立马斗研究学问的科学的方法 也使得中国的学术界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的途径 20世纪的学者肖公权先生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当中说 明末清初传教士远来中国 致力传播自然科学知识 如立马斗虽为教育家而非科学家 但是他所输入的科学知识 则为哥伦布与哥白尼所发现新天地以后的知识 如果当时的明朝能够谦虚的接受 并且加以研究的话 那么中国的违心将会提早两三个世纪 尽管立马斗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 贡献是这么大 但是我觉得他最令我们敬佩的 是他那颗爱中国的心 正因为他以天赋爱我们一样的心去爱中国人 所以他才能够按着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的经文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的这个原则 在他所写的中国杂技序言当中所指出的 古老的文明可能会走到一定的尽头 但是无论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体 或者是强加给他什么样的政体 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四百多年前立马斗的针匾 让我们今天独来仍然感到一针见血 难道在明朝中国中心论 以及中华文化优越感上面 立马斗所指出的中国人的老毛病 在今天仍然会旧病复发吗 但愿我们不要被这一段话不幸而言重 谢谢您收看本集诚心诚意节目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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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